左令台是晚间新闻 武汉肺炎 中国依然是重灾区 日本钻石公主号邮轮也成了海上武汉 这让中国得到灵感 船出打算要征照航行长江三峡的七艘客轮 直接开到武汉 让当地数千名的医护人员 有一个安全独立又舒适的住宿空间 能养经蓄锐 继续抗疫大作战 不过也遭到质疑 万一船上有人感染 会不会又成为钻石公主号翻版 一艘越南往返于湖北宜昌 和重庆之间的客轮 21号出现在武汉汉口的王家巷码头 他其实不是为了载客 而是有更具意义的任务 要为各地来武汉支援疫情 天天精疲力尽的医疗团队提供住宿 一进到ICU就得知一名护士 因为身体不适 刚去外面休息 目前总共有七艘长江客轮 除了南京号之外 其他包括仙纳号 皇家花园号 皇家盛世号等等 也陆续开往武汉 船东在北京医生令下接受征召 到武汉给医护人员 有个更舒适的住宿空间 因为武汉当地的饭店住房 接近饱和 征召客轮是最佳权益之计 根据北京官方公布的数据 每艘客轮至少100个标准客舱 每一间有两张床 如果让医护人员一人一间 避免病毒入侵交叉感染 可以住进100人 其他6艘船的床位加起来 也有大约1200床 客轮公司强调 船上都配备医疗级的防护衣 口罩和专业消毒设施 连空气循环系统 也有消毒机制 船员也受过 卫生和轮机专业训练 可以百分百保护医护人员的健康 养精蓄锐继续抗疫作战 杨正平编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